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第一次团队赛即将正面对战的是山之队和云之队 早晚都要碰上云之队 成军当天 王峰 鲍云 两位队长 带领队员们在队长室进行了认真激烈的讨论 空间力可能是我们对相对比较弱 对面的空间能力比较好的那就是薛飞 薛飞其实那个力挺迷功不能完全代表这个项目的空间能力强 那不足为虚 力项目的计算是非常高的 异形速度这块 又来异形速度 那这个这个没人能玩得够我 这个项目我们已经赢了 百人赛可霸子项目 成决消融 对方没有一个人在成决消 薛飞你当时还可以啊 11分钟啊 独慢啊 我觉得成决消融那个项目并不难啊 这个题目已经越完了 这两个项目要砍价至少砍价 成决我觉得可能是两个项目 孙永应该也会放弃 郭小舟做这件事情 然后杨姨做这件事情 究竟两位队长将进行怎样的布局 哪一队能够先发制人 获得首场胜利 三次队稳如泰山加油 精彩即将揭晓 中国的最强大脑在哪里 在哪里 你的天赋就是人类的财富 海天好友最强大脑 欢迎收看由加一点就好仙 好仙的海天好友 为你独家冠名播出的最强大脑 海天好友一招定先 在这里我们要让智慧飞扬起来 我们要让科学 大家看到我们嘉宾席上 有一个位置虚伪以待 我们这位特地赶来 为两位即将出场的战队 来加油助威 他是咱们终身学习时代的 网络的领跑者 也是知识分享的倡导者 他也是服务应用APP得到的创始人 大家知道他是谁了 我们接下来有请罗胖 罗振宇 最强大脑平时有关注这个节目吗 因为你特别忙 晚上有时候不一定来看电视 还真是非常关注 因为只有最强大脑 去搜索那些最值得成为我们生命标杆的人 然后把他一股脑推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的得到APP干的也就是这回事 好 有请 谢谢 好 那么经过前几轮的紧张激烈的PK赛 我们三位队长是组队成功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紧张激烈的团队挑战赛 我们就看一下具体的规则 团队赛比赛规则 三支战队进行单循环积分赛 按胜负积分 若单场比赛2比0 则获胜方得3分 失败方不得分 若2比1 则获胜方得2分 失败方得1分 如出现比分相同 则按两队胜负关系决胜 循环三场比赛结束后 获得分数最高的战队 赢得团队赛胜利 获胜队长将成为中国战队总队长 并在12名挑战队员中 挑选6人加入中国战队 对战国际战队 团队赛单场比赛规则 每场团队赛两项挑战 每项挑战需要战队派出两名队员协力完成 两局全胜的战队获胜 如果两项挑战结束后 一比一平则两支战队各派出一名奇迹队员 进行最终对决 胜利的战队获得整场胜利 但奇迹队员不可参与前两项挑战 两位队长要慎重考虑每一关的出战人选 及奇迹队员人选 尽竟谁能笑到最后 我们拭目以待 好 现在我们赶紧看一下 今天狼牌特区备战区的出战阵容 欢迎我们的山支队 山支队 稳如泰山 心中无敌 所向披靡 好 名字队 云林泰山亭 一男重山雄 好 两支队伍的气势呢 非常的足啊 江老师 为什么那边薛飞没来吗 薛飞为什么没来 我们请队长解释一下 你的队员少了一位 他今天上午还有考试 今天上午还在考试 所以他不来了吗 希望他能够考完试马上赶过来 其实呢 我们在这里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的很多的选手呢 都是在校的大学生 研究生 甚至是博士生 所以呢 他们参加最强大脑的比赛呢 要等他们考完试以后才能来 但是为了不影响我们最强大脑 录制的节奏 他在高铁上 但是我们最强大脑的挑战赛 依然进行 我们掌声给正在赶来的薛飞 现在唯一一个好像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郁衡 肯定心情非常的轻松是吗 还好吧 因为我觉得接下来的比赛 这两个队的队员我都要面对 那么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 因为接下来我要为我的队员 制定我们的战略和战略部 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当然也是观察的机会 对 也是找到对方弱点的机会 是 你看我都替你讲出你心里想要说的话 其实这个开兵步阵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当打成平手之后 决定胜负的就是在棋席的这个环节 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公布的是 王峰和鲍云选择的这两位棋席队员到底是谁 有请客助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三支队的棋席队员 海天好友 一招定线 我们来看这一招定的是谁 张庆益 接下来我们看云支队 决定的这个棋席队员是谁 梁紫诚 那么接下来 观众朋友肯定好奇了 两位队长在团队挑战赛即将出场的排兵步阵 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团队挑战赛第一场的挑战项目 请看 密码云图 每队两位选手分工协作 后翼隐藏在数字中的图形密码 选手A解密数字迷塔 不同速率 自有滚动的六层数字迷塔中 分布着八种颜色的数字 同一颜色的数字 遵循同一种数列规律 选手A需推理其中的隐藏规律 计算出缺失的数字 将其传递给队友 选手B挑战数字云图 他需要根据选手A推断出数字线索 在布满不同方向 不同大小数字的密码云图上 通过视觉搜索 推理出隐藏的图形 并在三十张图案中锁定正确项 两队同时的挑战 正确且用时短的队伍获胜 好 罗振宇 看懂了吗 你不要跟一个文科生 讲这种问题 好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热身嘛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选手 所要挑战项目的数字迷塔 现在我们大屏上出现的六个数字 需要大家填最后这一个空 开始 这个还比较难 我看出来了 你们呢 没看出来 你去从他们的叉值中间去分析一下 五 四 三 二 一 直接到 郑宇 江郑宇 我只能算出65来 其他可能性没算出来 罗振宇 我们两个振宇能有一个答案吗 可以啊 好 好子告诉我您的答案 45 45 好 现在起码有两个不同的答案 45和65 现在这题怎么做呢 你看 把28减掉21 剩7 33减掉28 这边是5 这边是9 是1 60减43是17 这里面有规律吗 其实还蛮难找的 对不对 我们再次做一下 后位减前位的话 5减7 负2 9减5 4 负8 16 这个不难推了吗 都比为负2的等比数列 我的天哪 那么这个呢 就是负的什么 32 好 负的32加17 负15 再加60 所以桃子的答案正确 智慧女神啊 杰宇老师不好意思 我拖累你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自己答案也答不出来 桃子我问一句啊 我刚才看到你用笔在算 我们接下来的挑战的过程当中 队员是没有笔的 所以我觉得雪海无牙 大家还是要终身学习 我再加一句 雪海无牙得道做终啊 郁恒 其实这个还是相对于一个 不是特别难的题 它只是就是减减减 如果这我们今天的比赛 你看它有一个问号嘛 就是这个数字它没有给到 然后你要通过其他这个颜色 这些数字的规律 去推出这个数字来 再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是固定不变的 但是一会儿我们所看到的 是滚动 是动态 而且动态的同时 不是一组数列 是八组数列 好 我再把比赛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给大家复述一下啊 第一个选手需要在脑海当中 把八种我们要组建的规律啊 全部把它推理出来 交给第二位选手 第二位选手就会根据 所提供的数字作为依据 来去看云图 什么叫做数字云图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 这个数字云图 你看布满的数字啊 这些数字相互之间的各不相同 它们的排列的方向 大小都不一样 我们接下来呢 会给大家八个数字 你们要在这上面上万个数字当中 进行检索 由这些数字所组成的图形 好 请大家一起参与一下 其他的嘉宾我就不考了 我就专门考罗振宇 注意 这个跟理科没有关系 你考吧 反正也打不出来 不 你仔细看 这个图形呢 跟您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答案了吗 没有 好 由这有效数字所组成的图案是 79 113 23 59 135 哎 有行了 哇 492 763 哦 我们都用格道 郑宇有难度吗 我倒是看出来图案在中间 但我没有想到周围还散落了一些没有用的数字 对选手造成了干扰啊 就是我可能看到哎 这有一小股 我还在去猜 结果猜来猜去猜错了 你像如果是干扰项 集中在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我们的队员算错的话 比如说253 不是一个正确答案 但是他给了第二个队员作为参考依据的话 他就会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 对对对 郁航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数字呢 比如说我们说的79 你看这里是不是像很多79 对吧 但他其实是793 就如果有队员看走眼都会对他们产生干扰 那么有观众朋友肯定会问的说 哎 第一个提供数字线索的朋友 他如果对第二个选手看图形很着急的话 他能不能参与他帮助他呢 我们的规则是 No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揭晓了 到底 双方各排出哪两位队员 来参加团队挑战赛的第一场比赛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海天好友一招定先 两位队长已经出招了 我们首先来看三支队派出的第一组选手 杨毅程加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为了这一场团队挑战赛 两位队长跟队员们之间 做了哪些准备呢 我们来看一下 前两个项目呢 还是要争取派出最强的阵容 张梦南的这个心理素质 抗压能力都是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爆发力和潜力 对方对派谁出战不是特别的关心 自己做到足够强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能够跟你进行竞争 因为是一个数学老师 计算和数学推理这些方面比较擅长 前几轮的比赛中 体现出的都是比较强的观察力 这个项目对我是比较适配的 没有人能视我的对手 在备战期间 其实我能做的也不多 大概就在家 可以能帮他们找一些题目 超负责人 高中班主任每天会问你 项目变得怎么样 他会帮我们去做一些项目相关的道具 我们对天南海北的 然后开不了会 所以我更多的是选择一种 信任他们的方式 去给到他们一定的 自己发展的空间 但是来到南京以后 就给他们制定了一个 清晰的时间规划表 大家可以理解成 由松到紧 我很欣慰的是我的队员 严格地在配合我的时间表进行 一个一个地给数字 逼真的练习了几遍之后 对这个项目的理解程度 也更深了一些 有一个问题就是 虽然我现在是 都是在考试期间 八个考试 然后都其实集中在 悲战这几天 他跟张某南这个配合 我还是有点担心 提高自己的速度 然后让我的队友 更快找到正确答案 不需要 其实 台队部队 其实有点问题 张某南要找那个数 那个比我们想中 要难找很 这个人间对他找到这三十个 其实差距就这么大 我还是前面尽量 还是超强的 现在就强的 我觉得我之前的担心 还是有道理的 就是到现场来看 这个项目 确实比我们之前想要的 这个项目 可能还是十分点 张某南的状态确实不太好 我还是非常担心 他到底能不能 比较快地看出来 对时候很强大 然后我们可能胜率比较低 过来探个班 我看能不能帮上什么 嗯 哎 还好还好 还好还好 那我觉得这种小的 可能反而会成为特征点 这个项目确实从能力匹配的我来说 更适合王峰这个战队 嗯 应该说我们这个项目 胜算不是很大 自己尽力吧 保守一点估计的话 这个项目的胜算 应该会是在百分之六七十 所以还是非常希望能够拿下这一分的 如果这一分没有拿下的话 可能会对接下来的四七 找成一定的影响 大家辛苦了 过年了 我们来吃点饺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经常特别想吃饺 而且这个饺子鲦 是海� neumpy 嗯 天香 天香 比较多吃点吃饱的菜有利息比赛 海间好友一招顶先 和狼牌特区开启挑战之旅 有请四位队员 好排名不正的结果已经有了 两位队长为什么派出他们来 我们首先从王峰这边开始 因为这个项目刚才大家也看到 其实是对计算逻辑推理的考验 而杨毅他是数学老师 所以他做这个项目我觉得非常的合适 第二个环节是因为是要看 刚才数字所形成的那个图形 加根当时在神奇的动物那个房间 他是以34秒89的成绩 成为那一个项目的第一名 所以我觉得他的能力 也非常适合玩这一个项目 因此我觉得他们俩是最佳搭档 好 报应 孙勇作为安徽省的理科状元 应该说他树立逻辑这一块 在我们队里是当仁不让的首发人选 那么张木南在之前的项目中 也表现出了很强的这种视觉检索能力 所以说我觉得他作为孙勇搭档 是最合适的 桃子 在影片当中是不是有找到另外一个选手来替你们 我看能不能帮上什么 对 王春玉和我们队的很多人的关系都非常好 根据资料显示王春玉是王峰的校友 这一次云之队确实是出其不易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 所以云之队就抢占了先机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比赛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我觉得也挺精彩的 好 这位是安徽高考的理科第一名 这位是北京通州区的理科第一名 两位都是第一名 而且两位都来自清华 本是同根生 相见何太极 好 宝云问你一个问题 孟南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已经明确表示出 这个挑战项目对他来讲有一定的难度 胜负真的是没有太大的把握 你当时是怎么跟他说的 我觉得杨毅和陈家庄是所有选手里面 最适合做这个项目的选 那么我们既然面对这么强大的对手 我们必须得逼出我们的最大的潜能 这个时候还是要顶住压力迎难而上 其实最开始这个项目 我还是有一点推却的意思 然后换来一想呢 毕竟我的队友是省状元 中国一共34个省市市区区 现在在最强大脑舞台上12强的 只有剩着一个省状元了 有这么强的队友 我为什么要怕你 那么接下来非常重要 挑战 马上开始 我要提醒的是 这是团队挑战赛的第一场 打得好 打得不好 很大程度上决定的 你们所在的团队接下来的命令 海田好友 一招定前 请四位选手 到挑战区就位 接下来四位选手请注意 马上就进入到团队挑战赛 第一个项目 密码云图 当我按下计时器之后 舞台的两边的测评 将会显示 数字 米塔的题目 八种颜色 对应八种数字规律 杨毅 孙勇 你们两位 要根据数字规律 来推算出 缺失的那个数字 然后 交给你们的队友 贾庚和孟南 你们要用你们的队友所提供的数字 来在大屏上搜索目标图形 并在触摸屏上给出你们的答案 我要告诉两队选手的是 答案如果都正确的话 用时短整获胜 三次队两位选手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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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可以的 好 银之队的两位选手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我们加油 好 因为口令 百天好友一招定限挑战开始 密码云图这个项目它分成两个部分需要两个选手的协同配合 首先需要第一位选手通过观察推理得出八个目标数字 然后把这八个有效数字传递给第二位选手 第二位选手需要在一堆数字当中找到由这八个数字所构成的目标图形 第二位选手的答案就是衡量本场比赛胜负的唯一标准 选手面前的屏幕上有八种不同颜色的数字 每一个颜色的数字有六个 六个数字用某一种数列规律来排列 八种颜色就对应八种不同的规律 选手不能借助任何工具 只能通过心算来找出这些数字之间的规律 然后才能填充对应颜色所缺少的那个数字 其实是对记忆负荷其实也是很大 这个居然不给他们曹高纸 完全心算 完全心算 这个滚动的数台 难度是在于 首先你看不见全貌 看不见全貌 你就没有办法像我们在做题一样 列在纸上 完全要心算 哎呀 孙勇都开始写了 孙勇快 哇 云之队选手孙勇已找到一个线索 好厉害啊 他高跑段状元肯定有实力的 超厉害啊 杨老师别紧张 山之队选手杨毅已找到两个线索 他一给就两个 第二位选手拿到第一位选手的数字以后 就可以开始在屏幕中进行定位 随着后面拿到的数字越来越多 就可以找到目标 云之队选手孙勇已找到三个线索 他是一个一个地 对啊 他一个一个地 这一个一个地过去的话 路程又浪费了 我们赛前是有战术的 因为这两个对手 他们在各自要做的那个部分 都是实力真的非常强 八个数字 他毕竟难度有难有益 然后我和张柏南想的是 我能够尽快地 而且准确地给他 三个到四个的 这样一个正确的数字 让他起码可以开始 对图像进行定位 云之队选手孙勇已找到四个线索 山之队选手杨毅已找到四个线索 现在咱们跟他们速度差别并不大 云之队选手孙勇已找到五个线索 山之队选手杨毅已找到六个线索 云之队选手孙勇找到六个线索 那边都六个了 山之队选手杨毅找到七个线索 云之队选手孙勇找到七个线索 孙勇跟杨毅很接近啊 两个都是七个 你看孙勇那边在摇头 你感觉这个好像大家都卡住了 杨毅和孙勇都遇到了一个特别难的 他们俩都没弄出来 可能是最后体太难 这个滚动的数台还有更加隐藏的一个难度就在于 这些数字之间的规律可能是两层甚至三层的逻辑规律 所以在心算的情况下 在没有全貌的情况下 还要挖掘两到三层的规律计算 我觉得这个挑战对于数学优秀的杨毅 或者是他的对手来讲 其实都没那么清楚 那么这个尾数就应该是170 这个特别像变体飞光大系数点 再上的两面是加6 2714 14加6是20 再上的两面是加6 山之队选手杨毅找到全部线索 当杨毅领先于孙勇把数字传给陈佳根以后 我在心里想我们队伍应该是在这一场里面大概率是要赢的 因为佳根从之前的比赛来看 碎片寻踪坊间 第一名 陈佳根 印象精灵 我们恭喜加冬 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他的检索能力 明显是要比张木南要更高的 孙勇最后一个出来了 云之队选手孙勇 已找到全部线索 这种最棒啊 压力全压在爬点下 爬点下 这个项目的第一个难度显而易见 就是海量的数字 密密麻麻 排列的方向不同 大小也不同 这就对选手的关卡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另外一个难度就是抗干扰性 选手一方面要排除无效数字的干扰 另一方面 八个有效数字 有一些是不参与目标图形的组成的 这会对选手的判断造成更大的干扰 密码云图这个项目就算你把八个数字直接给我 我在那个大屏上也找不出来任何一个可以匹配的图案 因为三十个被选图里边都非常的相似 只有对数字和图案都极其敏感 并且对细微之处有着很精准的校定 才可以把答案找出来 一百二十五加二十一 百二十七 杨艺还在干什么呢 杨老师在验算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第二行空缺的是 十七 六十五加二十七 我是不是算错了呀 七十六八十三 压特罗向那边喊话 我怀疑我怀疑我们队的可能给错了数字 哎呀他可能犯错了 难道加工遇到麻烦吗 这要提在八个数字都正确的情况下 找到目标图形都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这要一两个数字有错误的话 那么第二个选手要想找出目标图形 难度就更大了 我如果算错了的话 这事就把加工给扣了 加油加工 因为目标图形它是由八个数字组成的 所以如果洋溢给到加工的数字有一两个错误的话 那么加工还是有可能通过其余的五六个数字 在脑海中脑补其他的数字 最后推理出正确的答案 他把玛丝都咬掉了快 怎么还没拍 要给答案了 要给答案了 看包图给答案了 云之队的选手已作答完毕 用时15分 55秒99 当他率先抢了这个答案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是比较意外 但是我就转眼一想 我就当做他提前抢的 那是他做错了这么一个形态 然后就进一步的去搜索我的图形 争取在争取的率上能够的 他怎么给那么不坚定啊 当时我其实跟张布南说过 即便答错了也要想 还没厉害 因为我们觉得陈家中是不会算错的 所以我们觉得 如果说让陈家中先答了 就等于输了 他先答了 就算是完全认误了 他错了 没有认识 稳住 我们能赢 三支队选手已作答完毕 用时17分28秒80 好 谢谢 现在关键的时候到了 我们先验证 用时比较长的三支队的答案 我们先看一下 数字米塔的正确答案 我们看三支队洋溢的数字答案 首先红色20队 36队 89队 83队 3队 2013队 105队 427队 滚 滚 非常了不起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根据我们给出的米塔的规律 推导的完全正确 那么 接下来 非常关键的加根 数字线索给你的是完全正确 你能不能推导出正确的图形呢 我觉得加根不会错 我们来看一下数字云图的正确答案 现在20 36出来了 83出来了 89出来了 现在是213出来了 哇 两个 105 427 两只小狗吗 好 那么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 是 正确答案属于 右边 那不也是一只共 那是干老虾 太难了 那么陈嘉庚选择答案是 陈嘉庚给出的是3号 陈嘉庚给出的是3号 不是对他选的不对 那么正确数字答案是 编号是10号 对不起回答错误 哎呦 没关系 我太像了这个 太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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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来接下来问题来了 幸运之神是不是会落在 咱们的云之队的手上呢 我们先看一下孙勇提供的数字线索的情况 请看 二十三十六八十九八十三三二百三一百零五四八十七 完全准备 太帅了 好 好 成败 在此一举 我知道张梦兰的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张梦兰一定要对啊 图形最后推倒的是正确的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张梦兰所选择的图形 张梦兰所选择的图形 张梦兰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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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我们掌声也要给杨毅和陈佳根他们努力了 看着整个比赛的过程逃起来 在对这个山支队答案的时候呢 加根就一直心事重重 然后确定是错的答案 加根的头就一直垂下来了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困扰 杨老师给我的八个数字 就是跟正确答案的八个组合是一样的 让我知道杨老师应该是没有算错 但是这回是我拖了后腿 加油 加油 没事 我在摸他肩膀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身体的微微的抖动 他是强压住他内心的很复杂的心情 我想先给加根一个拥抱 其实刚才我听到加根说 他拖了图队的后腿 我真的是特别感动 作为一个高二的学生 这么有责任感 那么我们是一个团队 无论输赢 我们都一起承担 没关系的 没关系 欢迎 所以我们和张柏南 是在一位一的阶段 给我最多感性的队友 我给张柏南布置就是说 如果你有机会 抢在对手前面打起 哪怕只有一次机会 也要抓住 我觉得他们今天非常完美 好 谢谢 谢谢 张柏南 何志宇 你第一次到这条大道舞台 你觉得残酷吗 我当年在广播学院电视系上学的时候 老师就跟我讲说电视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就在刚才孙勇和你抱起来的那一刻 我真的是要泪崩的那个感觉 就是那个生存到最后突然被营救 是那种史诗感 我没有办法展现给电视观众看 所以我干了这么多年电视 今天我才理解了电视真正的遗憾是什么 好 这只是团队挑战赛的第一场而已 接下来团队挑战赛的第二场即将上演 那么第二场挑战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规则 请看 数字迷阵 每队两位选手分工协作 完成一道完美异形数读中盘 选手A解密数图谜题 八道数图谜题 隐藏了八个形态各异的数字密码 选手A需通过推理计算 快速破译数图 获取正确的密码信息 并将该信息传递给选手B 选手B挑战异形数读 他需要根据选手A提供的密码信息 在一百个数字九公格组合中 找到对应的八个组合 并快速将这八个组合 拼成指定形状 填写缺失数处 完成完美异形数读 两队同时挑战 正确且就之短的队伍获胜 好 刚才破了规则 大家有什么想法 陶子 后半部的数读我想大家都是熟悉的 但是前半部有一个数图谜题 就真的看不懂了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呢 这个数图这个概念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小课堂了 郁航给我解释一下数图 数图数图 从这个字面就叫做以数会图 因为单独说可能大家没有一个概念 这是一个十乘十的一个格子 大家看到这些所有的一些数列 这些数字是有含义的 比如这个九 就意味着连续有九个格子 都是要图成黑的 那这个五和一什么意思呢 有连续有五个格子图成黑 中间间隔至少是一个格子 还有一个地方要图黑 那么它横跟数都要产生关联 比如这个一 三 就是说这里边任一个点 比如这是一 那这边就要有连续的三个 然后二 二 两个 两个 你看这一行里面 就只能有这三个二 它每两个之间至少要空一个 它同时都要满足这个条件 然后大家可以看出 这个可能就拼出了某一个数字 这个可以看出是一个62 那这个数字有干扰的东西 比如这个就是一个干扰 这个就是一个干扰 这个就是一个干扰 大家听懂 听懂了吗 听懵了 真的好难 罗振宇 看懂了吗 看懂了 能做吗 不会做 我现在就是已经不会做到什么程度 这让我觉得 你说这是62我都看不出来 我觉得看出这是62还是挺费劲的 干扰因素还是挺多的 是 其实刚才就是我们得到的解惑时间 如果大家呢还有更多的问题呢 可以到得到APP 最向大脑专区去了解进一步的知识 但不管怎么样 再困难 也是我们选手必须要去面对的 那么接下来两位队长到底会派怎样的选手出场呢 海天好友一招定先 我们队长请出招 现在揭晓队长选择的答案 第二场 三支队出场的选手是 杨毅郭晓忠 杨毅郭晓忠 来我们来看看啊 云之队选择的会是谁 会孙勇第二个出场 还是梦南第二个出场 张梦兰学飞 好那么刚才呢大家都有一个疑问 说薛飞呢为什么没有在开始的时候 跟观众朋友们见面 刚开场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云之队呢有三名队员 还缺了一名队员 薛飞为什么没来呢 我们当时卖了一个关节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片子 和我们队的综合情况来考虑呢 张梦兰还是出了两场最合适的人选 第一个项目实际上我信心没有那么足 所以变向于把中心压在第二个项目上 我对张梦兰是非常有信心 他做力非常快 薛飞呢确实是我们队里面 唯一的一个速度能力 可以信任的选手 在做这个题的过程中 他们两个也做过很充分的交流 考虑到赛制呢 我还是希望把最强位选手 放在前两个项目 如果真的进入奇迹项目 我们把宝家的梁子泉宣 应该说是一个冒险的决定 我们是非常想二比零的 不要进入奇迹项目 第二项目我们本意呢 就无论是张梦兰还是薛飞 他们要做的部分 都是他们很擅长的部分 五雷轰点我说你怎么不早说 怎么我搞错了 他不做谁来 怎么说 凉了 可能我们只好 在这个项目上放弃了 当我得知录制时间 居然和我的期末好事撞上了 这样会打断我们整个队的安排 之前的一些准备可能全部都白费了 可能亏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去哪一边好像都不太好 直接就要放弃了嘛 我觉得这个题目的量 对于杨玉来说是OK的 比较激动嘛 另一方面也感觉自己责任重大 但是跟上一个项目相比 这个项目我们的信心就没有那么足 我们队里面没有专业训练速读的 因此我们邀请了速读界的两位大牛 一位是王家豪速读国家队的 那么另外一位是陈诗宇 是目前速读国内排名第一的选手 给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这样更有助于我在赛场上面 发挥全部的实力打败他们 这次的规则改变以后 难度是有所提升的 打乱了我们之前的计划 对我的信心会有一定的影响吧 我还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适应这个规则 我觉得还是蛮有难度的 难度的提升倒不是最大的问题 现在最关键的是 薛飞能不能按时赶到赛场 到底哪位队员能够上场 我现在都不确定 我现在只有期盼薛飞能够尽快到场 好 观众朋友们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呢 好消息终于来了 当然对王鹏来讲是不是好消息 我不知道至少对报应队长 是个好消息 那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 薛飞这一名选手 已经来到了现场 我们掌声鼓励他一下 辛苦了 辛苦了 和狼牌特军开启挑战之旅 我们有请四位队员 好 站在我身边的呢 就是四位队员 鲍云看到这个你等待已久的薛飞来了 是不是心里有底了 薛飞确实是在我们这个项目来说 我们对这个唯一能够仰仗的队员 当然我也希望他在备战过程中啊 这个考试并没有说考杂 希望也是两边都不要耽误 首先我们关心的是考试考的怎么样 还行吧 不要谦虚 当然也不能骄傲 告诉我能考多少 我觉得能及格就很不错 那是什么课啊 政治 政治啊 我是教政治的 你就给我这样一个答案 好 好 浩子 我想先了解一下薛飞现在的状态 这段日子事实上压力很大吗 我觉得压力还是行吧 我就是复习的时候 就是有点复习累的 然后就会备备站 劳逸结合一下吧应该 罗赞宇你有什么想法 薛飞我非常吃惊的知道 你居然是用做数学题来休息的 那据我所知 历史上有两个人是这样做的 第一个人是你 第二个人是马克思 马克思写作写累了 就是要做一点数学题休息一下 所以薛飞看好你 我还是比较看好鲍云的队伍 原因是他们两个的分工 现在我已经能猜到了 就肯定是孟南做那个数图 把那个图形的号码识别出来 然后把数图的部分 直接交给薛飞 两个人基本上都是 发挥自己的长项 我想问一下薛飞 拿下这场比赛有多大信心 百分之七十八十 多少 看着队长 百分之八十 我觉得我们队四个都是男生 我觉得男生应该有点血性 上一关我们输了 这一关我们就必须赢回来 我想对我队员再强调一下 就三个字 做自己 不要因为上一局的输赢 包括对方的放话 影响了自己的节奏 这真的是非常重要 不要太关注最后的结果 因为输赢我都可以接受 刚才王冯队长也说了 就是 赢了一起狂 输了一起扛 哎呀 对一支队来讲是他们的赛点 对三支队来讲 会是一个结局吗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四位选手 请做准备 听我口令 海鲜好友 一招定牵 请选手走上 挑战位 好 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和公正 我们在比赛前呢 我们对题目进行了严密的密封保存 好 两队选手请注意 挑战马上开始 三支队 是否为自己的队伍赢得一次机会 留下齐齐赛力挽狂难呢 明知队是否将所有的两支战队的比赛 在这一场就画下句号 好 三支队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明知队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听我口令 海鲜好友 一招定牵 挑战 开始 数字迷阵这个项目总共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需要选手通过逻辑推理出8个有效数字 第二个部分需要选手根据这8个数字 在100个数字九宫格组合中 找出对应的那8块 并且把它拼成指定的异形速度 最终做它完毕 ції šk 他在干嘛 这个男托啊 他没确定 表哥的每一行每一店 都有不同各处的线索数 航与列之间的数字会进行相互牵制 选手运用极强的观察力和推理力 才能够锁定出需要涂黑的方格 在高压情况之下 选手推理很容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就千万不能算错了 算错了对后面影响很大 对 前面绝对不能算错 这个项目两个选手的配合很重要 第一位选手作答的时间越快 那么就能够为第二位选手赢得更多的时间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一场比赛的胜算就更大 他地上拼 他要先拼起来 对 这是我们商量好了 云支队选手张梦南已完成三个数字 山支队选手杨毕已完成四个数字 比起杨毅要快 山之队选手杨毅已完成五个数字 加油 杨毅还是快 杨毅选手的比我快 我心里面还是比较慌的 节奏就已经被打乱了 山之队选手杨毅已完成六个数字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尽可能快地完成我这部分项目 给他留下更多的时间 能够顺利地完成挑战 云之队选手张梦南已完成四个数字 山之队选手杨毅已完成七个数字 杨毅还是厉害 还得有点多 云之队选手张梦南已完成五个数字 这个我们赛前其实质量要策略 我们是六二来送 山之队选手杨毅已找到全部线索 感觉杨毅太稳了 太稳了 我觉得杨老师现在做的其实是真的是 完全是他自己的节奏非常好 就看小周那边的状态了 杨毅刚 杨毅 偷偷看了孟楠一眼 在比賽當中 楊毅領先張孟楠的時候 我心裡覺得還是很著急的 因為就算我比郭小舟做得快 然後沒有足夠的板來做 那也是不夠的 雲之隊選手張孟楠 已完成六個數字 他在幹啥去了 不知道 有算錯的嗎 剛才是楊葉錫改了嗎 有改嗎 他錯了 他錯了 Oh No 我以為如果有錯的 他得要立馬要告訴小舟 不然他拿回錯的拼 哎呀 我不是白拼嗎 對呀 數字迷震這個項目 也是需要兩兩配合 如果第一位選手 給出了錯誤的數字 給到第二位選手 那麼第二位選手 是無法完成數字的 雲之隊選手張孟楠已完成七個數字 就希望張孟楠簽得錯了 有沒有可能 這邊算錯了 但那個也能做得通 不可能 他如果改一個數字 就等於程度 他的數字是互相關聯的 他的數字是互相關聯的 就這一橫跟所有的都是關聯的 關鍵是他換完了 也沒有通知隊友 急死人了 雲之隊選手張孟楠已找到全部線索 他剛才應該只是去一個一個去核對 應該不是改答案 不是改答案 一定沒改 改的話肯定沒跟他說 怎麼能不能不跟他 他剛才應該只是去一個一個去核對 怎麼能不能不跟他 為了給郭小舟提供那八個答案 我也是加快了答題速度 不過這也增加了我出錯的可能性 所以我在答題完之後 回去一一復看 確保給他答案是正確的 欸 小舟開始 大家可以看到 數讀的每個工作 已知數字只有四個 因為已知數字少 那麼八塊九公格組合在一起的拼法 肯定就會出現多種 實際有解的卻只有一種 就是對選手的推理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難的是往上擺還是算 擺 擺對了他填就沒有問題 但你擺不對就永遠填不對 小舟好像拼的過程遇到了困難我覺得 就薛飛沒動作欸 難道薛飛全都是在腦子裡算嗎 先算 算完之後通了 他再往上擺 所以這邊有點像摸著石頭過河 到處試啊 那邊可能有點系統化思維 就先都算通了再說 讓人聽見 他肯定不拯得有點好 你趕快 Ant 嘛 Punch institute 發生 anything 不過呢 なく 许非在那儿不知道急不急 许非在那儿不知道急不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当然他已经在速度上有优势了 那么我应该就尽可能的保证正确力 没必要着急 慢慢做吧 好 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三支队答题的时间快一些 而我们云制队当然求稳 答题的时间相对来讲要慢一点 根据我们的比赛的规则 我们首先要验证的是云制队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速度逆行题的正确答案 这是正确的速度的答案 我们来看一看云制队给的答案 385216497正确 146759238927834651正确 148236975325497861正确 796185342419278563632841正确 8576934219145726583完全正确 这位还是很强的 好 那么现在关键的时候到了 因为三支队的用时是比较短的 如果三支队在这一轮答案的核对当中完全正确的话 那么胜出队伍就是三支队 加油 加油 那么接下来非常关键的时候到了 我们继续验证咱们三支队的答案 好 开始 385216497正确 146759238正确 927834651正确 148236975正确 325497861正确 796185312正确 758963124正确 41917865563正确 632841正确 579正确 857693421正确 914572683正确 2214 5272683正确 狼牌客区为成功者喝采 祝贺你们 同样的我们把热力的掌声也给咱们游戏队 谢谢 黄翁 我看你特别紧张 直到最后落定的时候 他按下那个时候 你好像才松了一口气 对 我觉得这场比赛 我们队的胜利 真的首先要感谢对方队友的一个成全 那么对于我自己队的两位队员 我觉得两个字形容今天你们的配合 真的是完美 我现在想问报应 我知道你特别着急 我想问一下你当时的心情 体育比赛就是有很多的意外 但很遗憾这一场呢 可以看出来张柏南出现了一个失误 我还是想对他的表现给予肯定 即便薛飞已经在作答了 他仍然还在检查自己的案 我觉得这个自始至终 永不放弃的精神还是非常好 这一轮就意味着 三支队跟赢支队经过两场比赛 目前赞成一比一平 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时刻到了 那就是决定 团队的挑战赛循环赛第一场 总的结果的比赛环节即将来临 结局怎么样 不到最后那一秒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到奇袭赛 层叠消融竞速赛 奇袭项目 层叠消融竞速赛 选手需快速观察记忆目标图形 随后根据偶数叠加消融 奇数叠加保留的规律 将若干基础图形 拼接成目标图形 拼接过程中 目标图形不可见 比拼共舞五轮 每轮正确作答 且用时短者得一分 率先拿到三分者获胜 奇袭项目获胜队 获得本场胜利 那么这个项目呢 其实熟悉我们 最强大脑节目的人呢 并不陌生 我们是在一百进三十的挑战赛当中 考过选手这个项目 王峰 你看过选手从一百进三十挑战这个项目 所以你的看法 一伙这个项目 它仍然也是非常刺激的一个项目 这一次大家会看到 它的目标图形非常的复杂 所以要求选手 在很短的时间内记住目标图形 但是下一个任务 却是去进行空间逻辑推理 那么当你短时记忆 没有形成长时记忆的时候 你切换一个任务 就很容易干扰之前记忆的图像 最后在脑海里面这个图像会模糊 甚至是消失 就是这个原理 陶子 其实今天走到齐席这一战 我觉得像不像这个足球场上的点球 他其实蛮考验压轴选手的心理素质 就是其实两个团队奋力拼搏到最后了 就看那个队员的最后一角 对 罗振宇先生 你刚才打了一个比方 这算是点球对吧 对 美国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 就是当踢点球的人 专注度是对方守门员的动作的时候 失误率是最高的 所以我希望一会出场的两个人 把对方忘了 这可能是他们会发挥的最好的方式 刘志导 这个七夕赛呢 其实就是第五场的决胜赛 其实两个人来完成比赛 考的是配合 一个人考的是独立作战的个人英雄主义 但是咱们这个比赛选择了五局三胜 一次可能你手上有点紧张 但是两次三次 其实考验的就是一个心理素质和动作的稳定性 接着刘志导的话我说一下 一会儿在他们开始比赛的时候 有请全场的观众保持安静 因为这是需要一道注意力非常高才能完成的项目 所以希望大家一会儿保持安静 好 我们都在猜这两位选手的心理状况 索性我们赶快把他请出来 你们看一看 和狼牌屈久开启挑战之旅 我们有请这一场出战的最后两名选手 时尚佛女梁子晨和时间规划师曾兴毅 和狼牌屈久开启挑战之旅 我相信曾兴毅在旁边是不是终于等到了我发挥的机会了 没错 我喜欢这种把整个队伍扛在肩上的感觉 漂亮啊 言下之意就是说 黄凤第一场你输的是应该的 否则怎么可能由我出场呢 但是大话不要说到前面 支撑 想对我的队长跟队友说几句话 说 张黄南孙勇 薛飞 你们努力了 你们辛苦了 队长 队友 相信我这一次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还是很难说 胜负都在未定之天 曾轻易我是觉得她实在是太有自信了 那小魔女我相信她现在有一股要逆袭的胆势跟气场 我觉得这一战相当的精彩 而且我不晓得两队队长 鲍云现在看起来是担心吗 其实与三支队这场比赛呢 我确实也是想把宝压在前两个项目上 应该说在前两个项目我们都是有一战之力的 如果说发挥好呢打出2比0也是不足为奇 但是如果真的说因为各种原因拖到了决胜局的话 其实梁子晨在那个项目上并不是占优 好 报应 咱们队员要上场了 说两句话 希望你能够放下包袱 轻装上阵 我们都相信你 我会加油的 黄红 有什么话给曾轻易讲 我觉得既然你是棋棋队员是有发挥的 其实我想对队长和我的队友们说 你们选择我作为最关键的棋棋队员是有道理的 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任何的包袱 输赢没有那么关键 但是团队的荣誉让我要有足够的自信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但是在战术上我一定要重视对手 因为子晨在之前的1比1的表现中 以极大的优势战胜了我们公认的高手刘安智 胜出方是子晨 他的实力我认为跟我是在博中之间 我在今天能赢 3比0吧就 人家战略上要藐视你 你怎么想 那就酣畅淋漓的比一场 好 第一场的团体挑战赛循环赛 打到这一局是决定胜负的一局 到底是三支队能够脱颖而出 还是云支队能够笑到最后至关重要 听我口令海田好友一朝顶线 两位请到挑战区就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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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 现在我要提醒你们的是 一会儿你们将面向各自的测评站立 在听到我说挑战开始之后 测评将会出现目标图形 你们只有一次机会观察目标图形 当你们转身开始拼接的时候 目标图形就会消失它不会再出现 你们观察时间加拼接的时间 为挑战的总用时 率先拼接出图形的那一方得一分 我们总共呢进行五局 就看哪一方先获得三分 两位选手明白了吗 明白了 接下来请面向测评站立 现在是你们的第一轮挑战 现在是你们的第一轮挑战 百天好友一招领先挑战开始 哇这题比平常难以等级啊 也太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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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四到五个拼块 而且是看着目标图形来拓打 而这一次呢选手需要面对六到八个拼块 对于目标图形只有一次的记忆机会 不能复看 这就需要选手有强大的瞬间记忆能力和空间能力 这个项目最刺激的就是速度 因为双方是背对着彼此 所以一方面要快速记住目标图形 同时心里面还会担心 对方会不会领先自己转过身来开始打体 所以既要保证自己记忆准确无误 同时还要担心对手的状态 所以这对于双方的心理素质是个极大的可能 我这么快 没关系没关系 他拼错第一个他就完蛋了 梁阿姨加油 我感觉他是在拼他不是在记他就是在他在试 哇 真心也继续完成了 梁子晨差一点点 我看有形有形了差一点点 哎这个有点意思啊 好像梁子晨出来了 梁阿姨加油 梁阿姨加油啊 梁阿姨好良 负责了一分 现在是1比0 简单第一轮就快速地赢下了一分 这是我之前万本没想到的 他总能给人带来惊喜 让人摸不到底 但曾欣毅在这个项目的实力 不容小觑 接下来这几轮 我希望梁子晨也能够保持 这种兴奋的状态 越战越勇 第一局赢了我非常非常惊喜 我们都抱着是 可能要被对手吊打的 这样一种形态上场 第一题都做得比曾欣毅快 其实我当时是非常惊喜的 那我想马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把他给稳定下去 两位选手收拾一下心情 请稳坐 第一场输了以后 我的心情其实没有产生太大的活动 因为我觉得我还可以扳回来 我的实力我自己清楚 好 请两位面对测评战力 我们进入第二轮 听我口令 3 2 1 挑战 开始 两爱无极 因为我觉得梁子晨现在如果 他比较有自信的话 他第二道题就跟姐姐很快 哇 又是先开始了 梁子晨记忆力这么好 他对图形的敏感度非常非常高 我还没看明白呢 他已经开始转了 太快了 他这个反应是最快的 他已经出了 已经出了 哇 哇 梁阿姨太强了 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结果梓晨已经给出了答案 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2比0 哎呦 这没法打 这没法打了 没法打 没法打 这个叫碾压 这些叫碾压了 其实我当时采用了一个比较冒险的策略 就是只用几秒钟去记忆图形 然后利用顺时记忆去复原它 所以一旦我做的时间比较长 或者混淆了这个记忆 那这一轮可能就会比较危险 但是最后的结果证明这个策略还是正确的 然后我就希望把这个优势给稳定下去 就这种优势会把对方击垮了 要打 对 我觉得曾心意玩 就是完全不用思考 基本一下子啪给你一个结果 啪的不是输 是以这种方式输 这真的是有点让人大跌眼镜 之前我们所得到的信息和数据 都是曾心意明显要领先梁子诚 第二题又是梁子诚队的时候 我就知道梁子诚应该确实在这个项目上 他是有硬功夫的 所以这个时候再要去追平 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曾心意有一点太追求记忆细节 我觉得也许他应该稍微提高一点速度 好观众朋友们 至关重要的第三轮马上就要开始了 对于曾心意来讲 这是力往狂澜的一轮 对于子诚来讲 这是锁定战局的一轮 那么结果会是怎样呢 让我们屏住呼吸 紧张期待 请两位面对测评战力 海天好友 一招并先 挑战开始 三比两 三比零 莫德天不要杀了 不要杀了 达天好友 这手辅助 他 呈得生肯定战力 你了 副虎 你这距离太近了 对的 往上 往上面 往上走 再往上走 好 恭喜成绩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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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怎么想的 我的心脏几乎要从红楼跳出来了 太帅了 太帅了 在曾兴毅获得了第三局胜利的时候 而且很快 就非常突然 紫辰还在试的时候 跟一赢了 紫辰其实有一个小的情绪波动 他有一个非常失落的表情 就是恨 为什么没有趁肾拿下 我其实觉得曾兴毅赢的第三局 含金量特别高 因为第二局 梁紫辰的赢法 是击溃对方士气的那个赢法 曾兴毅能搬回来 真的含金量太高了 曾兴毅终于赢得了一局 现在的比赛的总分 现在来到了2比 暂时依然还是云之队领先 紫辰依然还领跑 那么曾兴毅后起之追 曾兴毅第三局扳回一局的时候 又让我拦起了一丝希望 我希望他继续保持这种状态 再接再厉 第三局扳回一城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自己真正找到状态了 找到状态以后 觉得后面的比赛 会偏向我的方向的进行 好 接下来 我们进入到第四轮 我还要重复一遍 曾兴毅对你来讲 依然还是加油加油再加油 而对紫辰来讲 丝毫不能有半点的松懈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比赛的结果 加油 请面向侧平占领 我们来到第四轮 海天好友一招定先 挑战开始 这已经进入状态了 赢了这一场就游戏了 来安逸我们相信你 安逸加油 这次是曾兴毅快 这是第一次曾兴毅 给梁子晨先开始 我看你曾兴毅已经很接近 正续答案了 曾兴毅全部都拆散 重新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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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还是想压前两轮 争取能够2比0 但是很遗憾出现了一点失误 梁子晨上场的时候 确实我们队伍心里是没底的 但是梁子晨用他完美的表现 打了所有人的脸 其实从比赛来讲 胜负是一方面 但是从我们全队的备战来说 团队的凝聚力 我们的团队的友谊 是我们更大的收获 我想先跟我的队员庆祝一下 好 重来重来重 再来一个 浩子 我们这个舞台 曾经好多这种很复杂的集园 但是今天我的确是那个心啊 碰碰碰的跳 我不知道你当时看的心情 当然 我觉得一路都是 非常的惊险刺激 但是我也想问一下曾心意 在第一题的时候 你看了一分四十秒才动手 第一题的策略 你是想说 先把它熟记比较重要是吗 我还是觉得 我要求稳 但其实今天我的策略 出现了一些错误 所以说我今天输得心服口服 男子汉大丈夫 有句话叫拿得起放得下 可是我非常想说一句抱歉 对我的整个队伍说 我没有把整个队伍扛在肩上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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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既然我们是一个团队 输了我们就应该是一起承担 所以我觉得今天 对于我们队最大的收获 应该是为下一场 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我相信下一次 我们再归来的时候 就是王者归来 刚刚比赛前 感谢了我的队长和队友 我现在想感谢我的对手 曾经义 因为越强的对手 才能激发出我越大的潜力 非常谢谢你 所以表示一下来 左振颖 哎呀 我面对这两个年轻人 今天真的是仰望 我只能用这个词来表达 我死磕的兴趣 在整个这个现场 你能体会到三样东西 就是那种智慧 像海天酱油 点滴到心头的那种积累 还有就是像狼牌特驱 在特定时候给你的那个欢唱 但是最后优秀的选手 都会来得到 哈哈哈 没忘了自己 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 接下来就是由团体挑战赛 循环赛第一场 输的三支队 要迎战水支队 到底哪一个团队 能够脱颖而出 让我们一起期待最强大脑 燃烧把大脑 下一期的播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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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